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错 创建变换曲线就是具有不同位置旋转还有缩放的原始曲线的一个副本 我们现在场景当中选中一条原始曲线 然后激活按钮状态 我们把鼠标放在这条曲线上面 出现了加号以及创建变换曲线的一个图标 我们按住鼠标左键通过拖曳来创建出一条变换曲线 松开鼠标之后我们创建变换曲线的动作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可以进入修改面板当中的曲线子层级 然后选择我们刚才创建好了这条变换曲线 在底下就会有一个变换曲线的卷展栏 里面只有唯一的一个按钮 也就是替换基础曲线的按钮 我们将它激活状态 在场景当中点击其他的曲线就可以将它替换过来 但是我们发现现在没有办法使用 那是因为我们的曲线本身并不是属于同一个家族底下的曲线 所以我们现在先选中我们的第一个基础曲线 然后使用常规卷展栏当中的附加命令 将另外一条曲线给附加进来 现在呢我们再选中刚才所创建出来的一个变换曲线 进入曲线的子层级 然后呢底下的变换曲线卷展栏 我们点击激活替换基础曲线按钮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将它基础曲线 透过鼠标的点击给替换过来 再替换回来 好 这就是我们变换曲线下的一个唯一的命令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